昨日,实力与魅力姐妹的姐妹李采颖和李采领 一起出演了综艺节目《人死动九渣》 爆发了超强的综艺效果 不愧是被综艺之神眷顾的亲姐妹 节目上,两姐妹爆料出 自己正在就读高中的妹妹采领的感情状况 采领表示,自己和妹妹的男友一起拍过照 不料采领说道 那不就是我帮你们两个拍的吗 引发现场爆笑 而面对这样的情况,采领更透露 但我真的对她男友蛮喜欢蛮溢的 没想到此话一出 一旁的采领也跟着附和道,我也是爱 两姐妹的超反转反应再度引起现场一阵大笑 不过,话锋一转,采领又对三妹不到说道 但我不知道她怎么会跟我妹交往 没想到这时,采领也跟着表示 对啊,我也这么想 让网友笑称,真的是真姐妹啊,真的太可爱了 此外节目中,两人还爆料了更抓马的意识 采领说道,说出你从我这里偷走的五件东西 采领表示,内衣,袜子,梅甲,鞋子 对此,采领反不道,错,我的床 我回家一看,我的床没了 原来在S1时期,采领曾把采领的床偷走 送给公谢笑粮 姐妹护坑,真的令人苦笑不得 爱到韩社,每日解说这些韩语 欢迎赞和订阅哦